如果常常遇见你乳酸菌之特性及产品开发、创意动机及目的 我们就由食品维生用课程认识到乳酸发酵 发酵过程中不同的乳酸菌其应用皆有差异 所以我们想蔬菜发酵的乳酸菌是否可用来制作不同的发酵食品 因此我们从泡泡中分离出乳酸菌尝试制作优格和香肠 观察其风味与口感是否能比制作产品佳 在食品夹用课程中认识到中式香肠与新香肠的差异 因此我们想尝试添加乳酸菌于中式香肠中并取代亚酵酸菌 开发无添加亚酵酸菌的中式香肠 研究目的 1.研究从泡泡中分离出了两株乳酸菌制成优格其香肠的可行性 2.研究添加不同比例的葫芦拨杀于中式香肠中的影响 3.了解使用乳酸菌取代亚酵酸菌制成中式香肠的成效 4.探讨这次产品的质地与大动喜好的差异 5.探讨这次产品与市售产品的差异 作品特色与创意特质 1.使用发酵素在中的乳酸菌 2.能有效抑制豆瓶中常见的病原菌 3.乳酸菌取代亚酵酸盐类的用量 4.废弃物回收再利用 5.在定作物利用 6.纤维量增加 创意发想和设计过程 最终将菌肘分离出长模白燕猪菌Lucanostar-Mission Triding 和类长模维摄氏菌Visla-Mission Triding 并做格兰氏染色试验及乳酸菌活性测定 接着在食品加工应用上制作优格和香肠 并做一系列试验如种生菌素 乳酸菌素 黏度 水饭含量等测定 探讨自制产品与市售产品之间的差异 4.作品功用与操作方式 1.乳酸菌菌液制作 以下是格兰氏染色试验步骤 以下是乳酸菌活性测定的步骤 2.优格及中式香肠制作 以下是优格配方表 在配方表中乳酸菌菌液是以百分比7.4下去制作 以下是制作优格的流程 1.中式香肠 以下是中式香肠配方表 在配方表中我们是把乳酸菌菌液和胡萝卜渣 取代原本中式香肠配方中的亚绍酸液易抗坏血酸 撑起来的地方是更改后的结果 胡萝卜渣的部分是添加百分比5和7.5来分辨其颜色 接下来是中式香肠制作流程 以下是总生菌素及主酸菌素测定的步骤 及粘度测定步骤 以下是有机酸含量及PH测定的步骤 以下是水分测定的步骤 接下来是感官评评 我们是以九分制评分试验法及顺位法 并统计分心测试结果 接下来是制作地层的说明 我们先说Lucanostoc mesentralides 简称Y01 Wesla pra mesentralides 简称Y04的格兰斯染色结果 从指表可以知道这两株菌皆为 短根菌、蓝紫色、韦格兰斯阳性菌 接下来是Y01和Y04的特性 从指表可以发现Y01培养至16-18小时 西光值达到1.12 活性浓度达到最高点 而Y04培养至18-20小时 西光值达到1.18 在探讨自制优格与市售产品的差异性 先来看总升级乳酸菌素测定的结果 入标所示 可知道使用Y04菌源的自制优格 为自制优格中总生菌素最高的 且乳酸菌素也是自制优格中最高的 但相较于市售格 自制优格的总生菌素和乳酸菌素皆较低 接下来是自制优格的凝固表现 如图上所示 这三种自制优格接入凝乳的特性 再来是优格的特性 先来看年度 入标所示 在年度使用Y04菌源其凝固效果最佳 而使用Y01加Y04混合菌源其凝固效果最低 与市售优格相比 自制优格年度较低 而市售优格只有基酸含量较低 PH值较市售优格也较高 根据上述所示 使用Y01加Y04混合的自制优格 数据均为最差 因此在后续开发创新装饰相长时 将此条件移除 接着是感官品评结果 评评结果如标所示 使用Y04菌源之自制优格在 质地香味风味甜味及整体血压度方面 与市售优格而不具显著性差异 表示Y04菌源制作之优格具有开发为市售优格的潜力 接下来是探讨乳酸菌取代 亚硝酸盐制作成中式香肠的成效 我们添加Y01及Y04的菌源 于中式香肠中代替亚硝酸盐义菌 并添加不同笔地的胡萝卜渣 代替亚硝基血色源 接着是总生菌素和乳酸菌素测定结果 由图标所示 乳酸菌素生长情形和葫芦波渣添加没有太大差异 而根据该配方添加Y01及Y14菌液 均使有乳酸菌成为中式香肠的优势菌种 接着是中式香肠的特性 如图上所示 经干燥后的中式香肠水分含量差不多 而在接菌源的中式香肠 有基酸含量较高 证明乳酸菌确实在香肠高比例油脂 pH值借由达到4.6以下符合肉毒感菌不会产生毒素的条件 接下来是中式香肠的感官品名结果 如图上所示 原味中式香肠最受消费者的喜爱 可能消费者再初次尝试酸的香肠是一种新的体验 而其中样品Y045%受消费者的喜爱 因此最具有进一步改良配方提升消费者的接受性 最后结论 综合上述两项产品的开发 威斯拉Promicentralides 简称Y04具有良好的开发潜力 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研究将Y04制作出来的优格改善 让消费者更加的喜爱 并探讨其保健的功效 而添加Y04及5%胡卢卜渣汁创新中式香肠 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乳酸菌在高比例油脂及蛋白质的环境中发酵 是否有其他代谢途径 进了了解其他代谢产物的成分 达到改善酸味、风味、口感及多知性 提升消费者整体喜好的目的 这家消费者的购买医院 感谢聆听